每個人都有求職的自由 這個沒什麼評論 他聘用的原因是因為 他不太爽力 不會這樣 面對敏感問題 台北市長柯文哲 還是有問必答 傳出鴻海郭董 高薪挖角前分局長李德威 就是為了讓柯P難堪 這個如果薪水多很多 就要開始擔心 其他分局長會不會都跟進跑掉 李德威和妻子楊秉芬 當初兩人申請提前退休 就是在於這一席話 由於郭董父親是警察 傳出郭董認為柯P言語間 根本是羞辱 但是鴻海回應 郭董是大器習財的企業領袖 想借重李德威夫妻的專長 為鴻海貢獻心力 企業界一般的待遇 跟公務人員比較起來 不管是警戒或消防 或一般的公務人員比較起來 的確是優渥的多 之前有很多的言行 對很多公務人員 包括警戒的高階主管來講 是一個打擊 而且認為市長對他們不夠尊重 郭董槓上柯P 不只這一樁 鴻海旗下的三創園區 也曾被柯P質疑BOT合約下令徹查 郭董大動作反擊 在四大報登廣告澄清 雙方火腰味十足 我想企業家沒有必要 去特別為哪個政治人物 是否打臉與否這樣的思考 而是重點是 這樣的人才到底對企業有沒有幫助 郭董最近多事之秋 NCC認定雅太與台灣大自居合作 不符合漫遊規定 將對兩家業者開罰 罰金上漢300萬元 不過雅太強調 NCC還沒有最後結論 將全力捍衛27萬用戶權益 並努力與NCC持續溝通 我一自在必得就對了 短期裡面會有小小的衝擊 雅太無法漫遊台灣大網路 郭董的自居策略恐怕得轉彎 再加上鴻海股東會25號即將登場 勢必掀起一波討論 通知財經新聞 蔡耀達 張博祥 台北報導 呃 張博祥 台北 林大華 感谢观看